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度的油黑翻红涨到58点 随后卖又出来 又打回到下跌30点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回档的整理 但其实OTC的表现仍然强势 目前上涨大概0.8% 那就OTC的走势来说 也是突破所有均线 开始补涨向上 所以即使指数回档 二三十点 但市场是相当热闹 相当强势 越来越多的强势的中小型股 加入这个轮动向上的脚步 那强势的族群其实比如说就AI 军工 那AI又衍生出很多 比如说IP股 今天 市新最高已经突破了1600 来到1620块钱 创意呢 最高来到了1320 突破了1300 纯IP股 6643的M31 股价最高695 几乎来到700块钱 然后跌好一阵子的6533的金银科 今天股价 也是成为一个大涨的一个走势 所以AI最上游AI晶片跟相关的IP族群 今天股价又大涨 1600 1300的都有 然后 我说资讯服务 未来企业要导入AI的应用 你有没有办法自己安装 你要靠支服业者 来提供相关的软体 相关的服务 相关的云端的一些 这个服务 所以这块也非常重要 那今天麦达特 脑盘最高76块半 大涨9% 这也是创新高 那AI需要 更强大的运算 更强大的算力 所以资料中心 伺服器 增设很多 而且都要换更新 然后需要更快的传输 所以以太传输 网路从25G不够 变是100G不够 现在要开始往400G的速度迈进 所以光通新闻原件会整个拉上来 所以呢 我说光通新闻的部分 早上波罗威 也创新高 大涨这应该是6% 新通早上也创新高 还有一档 昨天还没公开的股票 一眼创新高 这个等等我们带来谈 所以你发现就说市场在强势的部分 其实不外乎 就军工啦 能源啦 AI啦 以及我说最近PC周边整个拉起来 整个景气复苏上来 所以一些相关的电源供应器的部分 今天股价表现也相当强势 所以你发现就说 自己怎么绕都绕在这一些族群 因为就像郭总说的 没有不景气只有不增气 当很多公司面临所谓的通膨 后疫情之后 太多库存要调整的不景气的阶段 事实上你在排名中还是找到很多公司 他不止第一财报墙 第二季展望乐观 下半年更好 就刚刚我们提到的相关族群 其实都是如此 所以市场资金会高度集中在这一些 业绩最强数字最强的公司 股价一档一档不要给你看 刚提到麦达特 上周五甚至我们是趁着拉回买进 69块轻松买 我说趁回档买 最强势数字最漂亮的金平股 不见得当天赚 但是后面常常很快就赚钱 你也不用去追高 就礼拜一昨天最高715 今天高点已经来到776块半 所以买69到76块半 已经差了7块钱 这已经10%了 所以好股票趁着拉回买 常常都可以赚大钱 去年第四季0.49 第一季大赚1.17成长超过一倍 在所有的产品结构里面 AI运算的软体服务 总共占去 营收比44% 你要去想 AI的部分 真的大爆发的元年 应该算今年 所以大家的比重还不高 情况之下他已经44% 所以我说他是 AI纯度最高软体股 资讯服务股 我想这样并不过分 所以当AI整个 市场快速成长的过程 获利整个大爆炸 先从不到5毛变成1块17 那他本来AI比就最高了 未来成长速度会更快 他本来就擅长这一块 AI大爆发了一年 所以我说你不是只有 往上游的IP股 做晶片的像创意诗心 那1000多块可以买 几十块钱的软体支付股 资讯服务者相关股票 我认为这边空间更大 那资安比重也占6% 未来资安问题 诈骗问题 被盗取资料的问题 是日益严重 所有的企业 即便是个人 我每年也都要花个 比如说1000多块 买扫图软体 那企业扫图软体是不够的 所以整个资安问题 越来越严重 那个未来的企业的 这一块的支出 只要越来越大 这块也是强劲的成长 那今年估计超过5块钱的获利 本益比从14倍拉升到15倍 那你要去想 在国外IP股 软体股本益比都是超级高 那么IP股 经过这5年多的调整 本益比也是从10几20倍 已经现在都来到了 大概40倍50倍 甚至力旺都已经可以到达100倍 但南京股的本益比还在15倍 那数字这么漂亮 同时吃到AI跟资安 人家4050倍 他本益比15倍 所以这当然空间就很大 所以股价算应高 我认为都还大有空间 所以会员即便已经赚了10% 其实就像我说的 一个数字非常漂亮的金明股 一个波段 赚三成是常有的事情 我认为这是有这样的实力的股票 然后光通讯 AI要强大的运算能力 网路传输速度如果不够 那你可能就会比如说 Trap GPT可能就一直lag 所以需要非常强大的传输能力 所以光通讯的元件 25G 100G 400G 未来会到800G的传输速度 这就是全新的商机 Broadway上礼拜买的 昨天涨到63涨7.5% 今天涨到65.8元 再创新高大涨6.3% 上礼拜买59到65.8 这样影响超过10% 因为中期客户下了几单 而且AI的需求会带动新的产品 5月份营收往上跳 到第三季的最旺季营收一路到新高 第四季也不见得会掉下来 因为后面不断在换机 100G换400G 后面有800G的新产品要出来 所以业绩一路向上 股价确实强劲盆出 不过今天在65块附近 这边先走一趟 赚18先走一趟 因为后面要买股票还很多 而且光通讯股票 除了它之外 手上还有另外两档 所以就剥落一部分 赚超过10% 先走一趟 没关系 后面有机会再来做一个操作 很多股票可以轮流操作 或者来回操作 那重点是 如果每一档都能赚 一档接一档 累积起来速度就很快 那手上还有的是星通 昨天创38.25元的新高 今天早上再来到38.6元 去年第四季0.07 第一季大赚0.61 成长大概9倍 那五月份呢 大客户G1的新订单开始拉货 所以营收可能会从1000多万 再度跳回到5000多万 然后后续拉货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到第三季的旺季 可能就回到9000多万 甚至1亿的一个历史的新高 所以后面业绩是一路向上 那其中 G1的订单里面 有蛮大一部分会运用在军用的相关产品 所以它的军用产品的比重 从原本个位数之后 可能会拉升到50% 50% 50% 化身成非常标准的军工股 所以同样是光通讯 后面受惠AI需要更高的传输的效率 传输的速度 所以它是绑AI的题材之外 新通还有军用的题材 而且营收一路向上 今年估计可以上看3块半到3块7的获利 光是光通讯的题材 本应比基本上都有20倍 那军工题材是超过40倍 AI题材其实也超过40倍 那现在 那本应比只有10来倍 股价30几块钱 如果今天 今年要赚个3块5 3块7本应比 大概就10倍出头 光是以光通讯本身的20倍 本应比空间都很大 更不要说 如果是未来要炒AI题材 或者是军工题材 那股价可能飙上加飙 所以这个也是目前 我们认为是光通讯的一个 潜在的大标股 这个都是上个礼拜买 这个一买就赚钱的股票 然后昨天我们说 还有一档吉丹标股4XXX 就是4979的华星广 然后最高来到48.15元 涨3.8% 这个也是来到一个波段新高 波段新高 而且股价在一个绝对的低档 刚刚电高上来 创了一个小波段新高 这边买其实都没有太多的风险 买在相对低档 等到业绩一路创高之后 股价回到高点 这个空间就相当大 从这边长到这边 因为一来 美系的客户下了集单 而且后面 光通讯未来要一路的 update 升级 所以订单一直来 而且前面有缺料的问题 让原本营收 在12月份来到2亿 后面几个月都没有能再创新高 主要就是因为缺料 而这个缺料问题 据我了解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 所以新订单加缺料问题改善 5月营收可能就回到一个新高 回到新高 可能挑战大增5成创新高 然后到旺季 大概9月10月左右 一路向上 有可能从新高水准2亿 可能 maybe 有机会再成长个100% 后面营收可能翻倍再翻倍 所以股价在相对的低档 但是搭上AI的列车 新订单加缺料解决 营收可能翻倍再翻倍 后面如果说再回到高档的话 这也是一个波段 很容易有三种获利的好标的 就我说的精品股 我们坚持只买精品股 其实只要数字漂亮 万事俱备 你只要数字都具备 当市场转强 行情已经上了万六 ODC开始强势的补涨 所有资金在AI股 军工股 能源股这边绕来绕去 拿得出最强数字的股价 都标给你看 万事俱备 只限东风 东风已经来了 股价自然都会标 然后PC下游 要月 昨天47.6的高点 今天来到48.75元 再涨4.28 再创新了 我说毛利率从32 跳到33.29 EPS从0.26 跳到0.49 电竞订单相当强劲 5月30到6月2号 要电脑展 届时 回答老板黄仁勋 要来台北电脑展 发表演说 回答股价这一波涨了超过一倍 全球前五大事实的公司 要来台北电脑展发表演说 你以为他会讲什么 还是讲AI 还是讲GPU 就是所谓的绘图晶片的部分 到时候 不是只是台股聚焦在这边 全球都会聚焦在 他要讲什么 所以届时 AI的电竞的 题材最强 股价还是会大炒一波 所以我就说这一组 电竞订单相当强劲 股价到6月初 我认为都是一路向上 所以这也是上个礼拜买的 现在一路创高 所以我们会员都 获利持续扣打当中 赚的笑呵呵 然后军工股呢 很多股票整理大概一个月 比如说风达科 今天盘从涨5.98 最高来到108 从124的高点打下来 整理大概接近一个半月 我认为差不多要重新开始 一波创新高的行情 因为股价整理超过一个月 营收 孟达科年增率78% 90% 业绩好到不得了 毛利率26.4 跳到27成长 EPS1.31 1.27 稍微小掉一点 但是比去年同期 负的0.44 呈现大幅度的成长 所有数字完美强劲向上 而且最大力多 是股价整理了一个多月 马来这边没有太多风险 然后 相关的航太股 亚航 低期赚 几分钱而已 股价是连喷 涨停 创2040块的新高 JPP建议涨停 也创新高 167块半 那数字 甚至更强的 风达科 比亚航强很多 股价还在相对低档 过高我认为 根本就不是问题 所以这个也是 风急讯号在做出现 这又是一个很好的买点 既然遍地都是黄金 就看你有没有选股的能力 所以我们就是一档接着一档 都是选数字最强 的精品标股 那今天呢 再锁定一档 全新的AI标股 8XXX 因为伺服器的订单 太强太好 估计五月份营收 准备再创新高 第二季也会是一个新高 下半年有新的产品要推出 新的产能 要开出来 下半年营收会比上半年来的更好 所以五月新高 第二季新高 下半年还要更高 一路向上 所以我就没有不景气 只有不增气 所以在很多公司都不好的 的情况之下 的景气之下 最突出的股票 吸引大量资金的投入 那股票最不要 就是这些 所以这个是我们最新 AI标股8XXX 我认为再来 非常大的波段的空间 都是必买精品股 那因为我们坚持买的都是 数字最强的精品股 坚持只买精品股 最好的毛利率 最好的营益率 最强的EPS 最高的成长性 或者最好的市占率 当然这些条件都具备的过程 市场条件OK 股票一档一档 标给你看 那如果说想要加入最新 精品股布局的脚步 欢迎加入我的LINE 加入LINE 你就扫QR Code就可以 加入之后呢 留下你的LINEID 或者你的电话都OK 只要让我找得到你 就想有一次最新标的的买卖进出点 今天要给大家的就是这档 AI标股8XXX 伺服器金安大好 五月收新高 第二季新高 下半年会更高 股价当然会越走越高 所以这是一档必买精品股 想要一起买进的 加LINE 再留ID或电话就会有这一档最新的标的的买卖进出点 看完节目也请帮我按赞 订阅分享加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收到每天最新节目通知的最新资讯 祝大家超出顺利 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产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